高智商犯罪团伙,警匪之间的互相博弈 这是一部为数不多的翻拍版比原版评分更高的精彩电影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火龙果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某半评分7.7 翻拍自中国香港电影的优秀韩国警匪片绝密跟踪 韩国首尔地铁里,影片女主花猪一直盯着一位普通的邋遢大叔老黄 一位面容冷峻的高个男子小帅从他身边经过 人来人往,花猪并未在意其他人 只是一直暗中观察着老黄 地铁到站,花猪尾随着下了地铁的老黄 小帅则从另一个方向离开 川流不息的首尔街头,花猪一直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从公交车站到电话亭,紧紧跟随 直到一个快餐店,老黄开始点餐吃饭 花猪也在他不远处落座继续观察 小帅则来到一座高层建筑的楼顶 打开公示包,是一个可以收到警方频道的接收器 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抢劫团伙的幕后指挥 事先预藏好的汽车炸弹在远处爆炸 小帅居高临下地观察着消防车和警车的动向 下令开始行动 五名戴着面罩的汉匪持枪冲进银行开始抢劫 两人控制场面,两人截取目标物 一人销毁银行监控录像 分工的有条有理 根据接收器里的行动指令 警方会在一分钟之内赶到 拿到目标物的劫匪准备撤退 然而看到大批的现金摆在金库 一名劫匪动了贪念 拼死拼活也是为了钱,自然要多拿点 不停指挥的劫匪 直接导致约定好的时间晚点 迫不得已的小帅用出了撤退手段 叫留守在外面的河马 开着大货车拦断警方的追击 抢劫盘火有惊无险地摆脱了警察的追捕 快餐店里 老黄已经识破花猪的跟踪 他的真实身份是首尔警队特殊监察部门的班长 而花猪则是过来应聘的新人 在两天的跟踪面试里 花猪面对老黄的考核 清楚地回忆起老黄这段时间里接触过的人 做过的事 时间和地点分毫不差 老黄看着眼前这个天赋异禀的小妹 内心窃喜 花猪顺利通过考试 成为了警队监察班的一员 夜晚的河边 抢劫团火正等着小帅过来分赃 一下子的小帅二话不说 对着不守规矩的一些家就是一顿毒打 下手毫不留情 告诫他 不要为了一分钟的利益 去承担吃十年劳饭的风险 团火中人静若寒蝉 十分畏惧这名心狠手辣 但是心思缜密的幕后指挥 完成任务的小帅来到一个破旧的补鞋店 一手培养出小帅的老帅 给他发布了下一项任务 是要夺取另一间银行里 价值百亿的债券 当天的银行大结案 让警方如临大敌 情报组 中案组 监察部 全面运作起来 然而这起结案 用爆炸事故吸引警方注意 三分钟之内洗劫银行 完善的撤退策略 不留意思证据 让警方大为头疼 然而贪心的一名劫匪 还是让这次完美的行动百密一书 眼间的老黄在便利店的监控里 发现了开货车拦路的河马 这是案情唯一的突破口 制定了行动方案 监察部狗仔队正式出动 花猪 松鼠 毒蛇 浣熊 猴子 每一个拥有自己代号的狗仔队同事 在班长老黄的代理下开始了工作 他们伪装成外卖小哥 地摊老板 出租车司机等职业 在首尔的街头开始了搜寻 老黄非常器重花猪 让他和自己独坐一车 坐镇指挥 在首尔都市圈的茫茫人海里 要寻找河马 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次面对的目标不是一般劫匪 流氓有了文化 那是非常可怕 第一日的搜索无疾而终 小帅回到了自己 隐藏在一个便利店的家中 开始了第二次的任务策划 干这一行 他不仅仅是为了钱 而是非常享受这种过程 在自己的谋划下 做成完美的犯罪 让他内心获得极大的成就感 又是一天的搜寻等待 依旧无功而返 老黄告诉花猪 这是经常的事 有时候连蹲三个月 也可能找不到目标 鼓励他不要放弃 继续工作 小帅的团队又一次行动成功 经过上一次的杀鸡尽猴 团伙里没有人再敢乱来 完美的执行了小帅的任务 盗取了价值百亿的债券 警队行动组领导 开始受到高层责骂 短短几日就发生了 两件这么大的案子 也让全警队绷紧了神经 加大力度搜寻 完成任务的小帅又来到补鞋店 即便是无比享受这种过程 他自己也明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 自己有了足够的钱 准备退出这一行 离开韩国 但是老帅哪里肯让 这只会下金蛋的鸡走 一番威胁下 让小帅再接手最后一次任务 小帅愤怒的答应了 又是一日的搜寻 天赋极格的花猪 发现狗仔队的侦查路线不对 给老黄提出建议 把搜寻范围重新规划了下 老黄也觉得有道理 同意了花猪的想法 并且让他来制定行动方案 事实证明花猪是对的 没多久 就发现了疑似出门 采购日常用品的河马 终于发现目标 警队全队兴奋不已 在狗仔队全力合作下 确认了他就是当天银行结案里 负责撤退的那名劫匪 花猪跟着河马来到一座老旧建筑前 这里很可能是劫匪藏身的地方 一路跟着河马上了电梯 按了最高一层 河马看着年轻漂亮的花猪 完全没有把他和警察联系在一起 到了自己的楼层 在老黄的指点下 花猪撒出一把零钱 捡钱的过程中 确定了劫匪团伙的确切藏身地 换上松鼠出洞 采集指纹放置摄像头 对整个楼道开始了监控 小帅最后一次的任务 是要到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机房里 下载一个非法程序 通过一个数读题目 把行动目标发布给手下 全防卫监视劫匪团伙的狗仔队 找到了他们到处的垃圾 老黄发现了这道数读题目 错误的答案引起了老黄的注意 应该就是劫匪的目标信息 通过警队的同事研究 发现了劫匪这次的目标 是一个证券交易所 便开始行动 狗仔队的同事 伪装成出租车司机 载着河马来到一个废弃工厂 提前布置好监控设备 终于看到了其余五名劫匪的相貌 并且在他们商量行动的过程中 发现有一部电话处于通话中 这没露面的第七人 应该就是那个高智商的幕后指挥 了解到劫匪的行动目标和时间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等着劫匪上钩就可以一网打尽 然而还是低估了小帅的能力 和往常行动一样 站在高处俯砍整个行动的小帅 听着警方接受器里传来的异常行动 发现周围街道明显开始不对 立马下令取消行动 劫匪开始撤退 花珠和老黄堵截小帅 其余的同事配合飞虎队 抓捕另外六人 设置好了路障 整个警队对劫匪已经形成包围之势 穷途末路的劫匪开始和警察交火 早已做好准备的警方 这次没让劫匪逃走 顺利抓获六人 然而异常狡猾的小帅 始终没让人看见过自己的真容 三人来到一座公园的桥下 他也知道有人跟踪自己 并不慌张的他坐在椅子上 等待脱身机会 警方通信部的一通电话 让他开始警惕 他明白自己被盯上了 并且警方的人就在附近 卸下了电池假装继续通话 开始起身离开 然而姜还是老的辣 躲得过花珠视线 却离不开老黄的眼光 回想起此人在证券交易所附近出现过 老黄正式锁定 小帅就是这个团伙的幕后指挥 扔掉了电话 小帅开始加快步伐 发现了紧跟在身后的老黄 因为不确定小帅是否携带武器 知道自己暴露的老黄 没有对这个危险人物实施抓捕 而是叫上松鼠开始帮忙 继续追踪 警惕的小帅发现了松鼠的不最近 一个照面用手中钢笔戳破了他的颈部动漫 花珠立马赶到 倒在雪坡里的同事 新入职才几天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手足无措的花珠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帅离开 医院里 花珠对老黄开始坦白 自己是怕了 看着倒地的松鼠 内心的恐惧 没能让他继续跟上小帅 老黄看着年轻的花珠 安慰他别放在心上 继续坚持下去 任务不仅失败 还杀了警察 非常不满 清除老帅作风的小帅 先刹手为强 强先杀了老帅 自己准备好了护杖 决定第二天就离开韩国 松鼠没能挺过伤势 壮烈牺牲 深深自责的花珠 在悲痛中回想起 当初在警队面试里 自己在地铁遇到过小帅 他身上夹着一份便利店的宣传单 立马给老黄发了信息 自己来到便利店前 果然发现即将离开的小帅 一路跟踪他来到一家餐馆 小帅是来拿自己离开要用的护杖 突然小帅来到自己身边 坐在了他的对面 询问花珠为何要一直跟着他 如果发现一丝异常 小帅立马就要动手 几天内的行动让花珠成熟不少 自如的应对着小帅 老黄赶到支援 小帅发现了老黄 就是昨天跟踪自己的警察 便起身离开餐馆 老黄跟上 来到停车库 四下无人 小帅终于徒穷比线 两人照变过程中 冷不丁的起手一刀 经验丰富的老黄是个老江湖 关键时刻的躲闪 让他避开了致命伤口 花珠这一次没有躲避自己的职责 在确认老黄无碍后 动身开始追捕小帅 警方支援的大部队到了 追赶小帅来到一个废弃的地铁站里 前后夹击 小帅无路可逃 最终倒在了老黄的枪下 影片最后还送出了一个彩蛋 由中国版跟踪里 试验班长老黄的任大华出镜 只不过这次他试验的是 小帅的另一个同伙 成为了被跟踪的目标 让人期待续集的上演 新老梁版的跟踪我都看了 梁家辉和任大华的香港版 比较借地气 更现实一些 剧本当然是非常好 好到韩版几乎照搬港版 但是平行而论 这部六年后的韩国翻拍版 拍摄手法和制作 更加符合商业需求 郑宇胜和薛景球的表演不用多说 新生代的韩孝珠也是可圈可点 看着韩国电影这些年 涌迁出来的精良大作 不论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 着实让我们汗颜 加油吧中国电影 好了我是火龙果 你们的评论关注点赞 是我的动力 只赚注原创 拒绝劣质搬运 溜啦